玩具TV第十六季第九集第一節 重量級嘉賓 我為何說重量級呢 即是重 其實跟我隔離兩個主持合作很麻煩 因為我開球前還在說VF1S 不清心 混亂了我們 迪家採用了那麼久 你說超級好叫菜 我們都是圍繞著玩具 玩物 裝置 不過這次我覺得比較重藝術感 所以我也不敢說是玩具 最理想的都是藝術品 或者甚至你問我藝術品 我絕對同意 首先介紹嘉賓 誰的英俊哥哥是誰 我們介紹他是從東方來的迪家Tikker from Ys 他是設計師的代號 真實姓名就不公佈了 叫我迪家也可以 平常我們朋友界就見到迪家 我們假裝朋友的 真實姓名就不公佈了 可能真的叫迪家 也不公佈了 為何我們跟我聊天呢 好笑 有一天我在樓房走到一個玩具店 叫KK Plus 我看到這個關羽 我覺得很棒 我拿到這牌子和Cossova的設計師 但我沒有看過 拍了之後貼貼的動態 然後設計師找悔器上門 他說你為何貼貼了這東西 你只要付款 別這樣放上去 但幸好那個卡也算是優秀的 如果放大的話可以看到的 其實我是舉手認頭 我是想告會 我知道 其實我們真的認識的 現在就認識了 就是這樣 不打不相識 再講一陣題 迪家一場來到 當然我們跟他聊了很多事 其實上星期我們本來安排了 一起分享他那個很特別的香港 我印象中這一類型的藝術展覽上網 李魯家是做過的 是嗎 是 甚至羅浮宮的級數 這個也是 其實香港我印象中真的有機會 反而我自己有一個很深的印象 就是很多很多很多年前 Internet最初開始成形的時候 有一個英國歌手叫Peter Carbio 你知道我想說什麼嗎 不是 我是朋友來的 就是Phil Collins那隊樂隊 其實兩個人紅了 一個Phil Collins 一個Peter Carbio 那時最早他出過一種互動的 類似CD room的東西 就是感覺 因為我也上過你那個展覽 就是那個網上展覽看 我感覺上有點像那種感覺 一個藝術感濃厚的環境之下 你會發掘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你好像走進去一個 你叫做Virtual 即是 中文是甚麼Virtual 嗯 嘩 考起我 虛擬 虛擬的環境裏面 有很多洞洞洞洞洞去走 去揭開一些東西 按鍵有幅畫就在你面前出現 那個藝術品 或者有些東西會有些效果 這個真的是很多很多年前 但是現在其實是不是 我們說回現在最接近的一個活動 就是你這個虛擬的藝術展覽 是否因為有疫情才出現 還是靈感到哪裏來的 其實一半是因為疫情關係 所以大家出外的時間可能少了 會不會我們想一些東西 他們不需要出去 都可以做到呢 其意就是說 因為很有趣的 我每一次擺放實體展覽 一定是有一些另外的地方的人 說我來不了 然後 想不如我們滿足所有人的要求 真是全世界都看到的 所以就有這個想法 籌備了多久? 籌備了都接近一年 分工上就是 我準備作品 然後 拆展那邊就幫我拉入一些programmer 一些音樂團隊 我聽不清楚 那邊是甚麼? 拆展? TBC拆展負責 誰拆? 策略的策 策略的策 展覽的展 他是一個專門幫人搞Event 其實他是一個網絡的平台 其實大家談開 他們都想做一些東西 叫做 不要那麼悶 或者特別一點 大家談的時候就覺得 不如試一下撞一些東西出來 但是 我在做完作品之後 其實都花了很多時間 再跟programmer 他們大家溝通 究竟那條旅程應該怎樣做 那些燈光應該怎樣打 應該是有甚麼起承轉合 因為其實整件事 你可以說是一個畫展 但其實我覺得是一個 又像一個電影 我覺得是一個旅程 對 像一個旅程 其實 其實我們可以 achieve 到 你想看的話 你刺下去可以放大 你可以控制去看 但是同時 我們又給了一些實體展覽 你沒有的東西 例如上天下海 去地獄的人間 天堂 全部都有這些想法 在裡面 所以你像一個旅程 就確實可以 在回地獄又折返人間 你的感覺是 入了一個特定的 很有詭異 詭異的空間 去探索本身 每一件藝術品那種 給你的感覺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幾個壞事 其實有多少少東西 因為 今次的展覽叫善惡 善惡 對 Kind Evil 沒錯 所以 我們在想 怎樣去 present這件事的時候 反而有很多的心思 我們想說 你落到地獄 但是 你落到地獄 看到一些恐怖的人 是不是真的那麼恐怖呢 因為其實 我們的概念就是 為什麼要抽善惡 就是 去到我們現在這個世代 其實善惡 已經不是我們再有的價值觀 有很多東西已經洗走 超人是否一定正義 怪獸是否一定邪惡呢 我們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所以就抽了這個主題 去放進這個世界 所以我們就有 可能是你覺得很暗的地獄 甚至乎可能你覺得是很光猛的天堂 但是其實是否天堂 以及是否地獄呢 這件事我們沒有給你答案 自己去感受 自己去感覺 所以其實也有很多這些情節 去給觀眾去看 去感受這件事 Open Ending 就是一個最好的Ending 哈哈哈哈 經過這次的經驗之後 你覺得 我想如果認識你的朋友 都會知道你是 通常是插圖 以及有 畫作比較多 我聽到你剛剛介紹的時候 你都說是我們 其實你是有一個團隊幫你 是 經過這次之後 你會不會發展多些虛擬世界的 這一類型的作品 其實 我想都大趨勢 因為 始終我們大家對著手機 或者對著網絡世界 都比現實的東西多了 所以其實 真的 是 今次都算是一個 挺大的突破 尤其是 我們是很大膽地 我們將一個虛擬展覽 叫做一個收費 這是我們 叫做多大膽的嘗試 你挺夠薑的 而且價錢也不便宜 因為你有兩個價錢 我剛剛問過 因為兩個價錢的分別很大 現在都可以說了 因為已經結束了 是不是都可以說的 它是 普通價格是三十多 但是另外一個價錢 就去到二百多 沒錯 我想觀眾跟我一樣 反應就是 為什麼兩個價錢的分別在哪裡 你解釋一下 就是虛擬的問題 大家會覺得 虛擬的東西 我又要付錢 會不會不是很划算 所以我們都想 會不會我們 雖然是虛擬 但是我們都給你實體的東西 例如 便宜的票 我們就有一張紀念卡 而貴的 我們也會有一個 toe bag 給你 令到你會覺得 好像很虛 但是又很實在 我又得到一些東西 虛擬實自博 我認真的 本身特別是 欣賞你的畫作 即是有回一些 我當是書籤也好 明信片也好 有回一些 自己喜歡的作家的作品 拿在手 感覺差很遠 簡單一點解釋就是 你在網上付費之後 應該就給你一個 訊號 訊號 但是你填回你的地址 你也會收回一份紀念品 沒錯 令到 你剛剛那件事 可能香港人的體驗 會更加深一點 就是我們 因為有倫敬國家 很多時候 很多東西都免費 丟到上網 其實就不應該 但是我們就習慣了 很多東西都免費得到 其實有些不是老鳳的 但是很多人都覺得已經是老鳳 我也很明白 甚至是我們 就算這樣說 我們玩具TV對觀眾來說 其實是一個免費娛樂 即是我們每個星期 做幾個小時 大家都是免費得到的 插少一點 那些玩具我自己 辛辛苦苦買回來 給我們玩 辛辛苦苦買回來給我玩 那些老闆有飯也不給人吃 真是很無良 因為經濟不好 公開講 是的 很多真意 變了我覺得 很貼地 這件事 我給你一個 好像你日本買一本雜誌 可能二百元雜誌 因為裡面有口袋 你覺得比較強 這個變了 藝術得來 是很貼地 實際一點 因為 都是體驗問題 始終 剛才你所說 因為虛擬世界的東西 你看完就沒有了 我也是在想 如果真是喜歡一些東西的人 他應該會有一些 東西在拿手 紀念品拿手 所以 就會走這一步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 你那個program 例如一些畫 其實你是不可以 截圈 即是你拿不起來 是拿不起來 寫得很刁鑽 你不要想著 我上網看完一些畫 像是在Facebook那樣 我喜歡的就下載 那幅就下載 其實你的畫 觀眾是沒有辦法拿下來的 是 即是 留一條後路 如果你可能會出畫集 那類型的東西 都不會抹殺了那樣東西 其實 都會考慮到這個問題 一來就是 始終網絡世界 都會有些高手 將它 劇盤 不知道怎麼用 所以都盡量做到保護措施 其次就是說 因為其實展覽 是有一個pop store 但是我們就 要讓你走完 走完之後才有個password 給你 才可以有一個pop store 賣東西 裡面有些art print 有些細細襟章 一些紀念品的東西 走了雞腳 其實我迪嘉豪就給了VIP 我就是沒有看完 所以 浪費 我給大家看的 大家又不去看完 要處理就是要介紹其他玩具 看完半天 然後又要分晨了 又趕其他東西 真是氣死人 好了 不如我們 講一下迪嘉的創作 一些路程 因為 其實香港來的 其實迪嘉 我自己認為 其實都叫做一批 已經是有知名度 不要說上了案 起碼有人所知 有很多公司願意跟他合作 有自己個人展覽 有彈了出來的 是呀 有彈了出來的人 是的 但是其實 因為聽說你剛才那個畫展 入建的網站 龐白的聲音都是一些 明星級的聲線 厲害 都說得是誰 你自己說 軟硬 其實是軟硬 是軟硬幫他龐白 你知道的吸數在哪裡了 有些了道 不要以為香港只說幾歪幾歪幾歪 其實這位都很殿堂級 沒有說 但其實在過程中 你如何由一個年輕人慢慢劃出彩虹 那個過程如何呢 辛分酸 我想 創作路一定是辛苦的 因為尤其是香港 我一開始都是 有一份工作 先做 然後業餘再去畫畫 設計師 以前在廣告公司做創作的東西 也是那句話 做得客戶的東西 也都 咦 不如試試做自己的東西 好像在說你 那不關事 我先打一拆 繼續 開始有這個想法 為什麼會有中西合璧這件事呢 其實有一點點 巧妙的東西 因為 我小時候就很喜歡 慢慢帶我去虎帕別墅 真厲害 這麼妖邪 我都去過一遲 我很鍾情這個地方 地獄圖 是的 奇奇怪 所以不是有今天的 因為其實很過癮 他們的裝置 你看到有佛像 但他旁邊有一段英文 其實是很推出香港 中西合璧的東西 很入路 然後 然後到了大國 原先是畫一些油畫 那時候也有一些中國的圓材 但是慢慢抽屍莫解 就撕掉了中國的東西 但我又覺得 咦 其實中國的東西很漂亮 很多東西可以玩到 有一天 就看著家裡的福禄獸的像 看到那個壽星公 咦 好像是猶達大師 然後就畫了出來 很棒 如果大家有留意迪嘉的作品 你其實說中西合璧 我覺得不止 你最重要反而是東洋風 特別是浮世繪那類型的繪畫風格 你在他的畫作中 你可以看到西合璧 即是一些背景 即是反畫 本身是一些中國出名的人物 或者是一些神 仙 然後再加上用了一些浮世繪 即日式的繪畫手法 變成了中西日的合璧 所以真的很厲害 其實我自己都是覺得現在畫的東西出來 或者創作出來 其實都是表現我自己 小時候 我想大家都是看歐美日的動漫 電影 但是我們過時過節 又是中國傳統的 其實都是表現我自己香港人的那種 我就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 所以你見到一些創作 其實我也沒有刻意劃分 是否一定要中國 或者是西方 但是我覺得 我就是我 你一劃出來就已經是那樣 感覺就是敵人 我覺得有些是終於自己想做的 就先劃成這樣 但其實也沒有什麼好說 什麼嶺南派什麼什麼 即是沒有這些東西 所以看到其實桌頭的作品 之前和Soup Studio 或者Unbox 那些合作 都可以見到迪家的作風 或者畫風是怎樣的 那翠兒為例 翠兒其實都已經很 很閃 而且很圓的感覺 但是翠兒是什麼國籍 已經是美籍 所以你的感覺 你又混得非常完美 其實 現在這些創作 其實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也源於藝術的角度 即是藝術的角度 就是她做了幾件事出來 她背後有一個訊息 一個訊息 這個翠兒的想法就是 其實她這個角色很有趣 因為她幾乎一生都是被阿寶的搞搞震 抓她 整股她 或者她說 好像一個人生 即是我們這個人生 如何可以在這麼多問題裏面 然後仍然都可以變成一個智者 即是生活到一個智慧出來 所以我就將她變成一個好像已經很脫俗 這些狀態的一些脫俗凡塵的一些 你說佛陀也好 或者是一些智者 智者 這些這樣的東西 我會將這些東西放回她本身的角色 她推薦出來的東西 即是用一個角度去說回故事 那旁邊的那個呢 成近到頂癮了 這個就叫Hambuddha 就跟新加坡一間公司Mightyjack 一起合作 其實源於是什麼呢 就是我做了一套系列出來 叫食好西 西就是Rex 那是什麼呢 其實是想有一點點玩快餐文化 即是 我將所有不同品牌的一些 即是fast food的品牌 就將它變成一些 好像中國神仙的東西 那其實那個message是什麼呢 就是 你越吃得多fast food 你就越容易上西天 還有你可以留意光環 設計有很多個M字 這個真心絕 除了絕之外 我沒有什麼補充 這真的要買 那天我們有幸訪問 Ron Linguish 他也有提到 為何當年他做那個 肥蜜當勞 他就是和你那個 有Ecoding很特別的 就吃到這樣 藝術是需要帶出一個意識在後面 但其實 我覺得其實這些創作 其實很大膽 其實去到什麼階段 其實我覺得 其實一般藝術家 他沒有知名度或者沒有那個功力 其實是不敢做這些事的 對嗎 但你去到什麼時候 你才能夠 突破這個位置 你可以去做這種創作 因為很多人會說你的 其實都是嘗試 因為自己都叫做在一個廣告圈 有一定的審美的經驗 其實都會看回這件事 其實不是說純粹把翠兒變成中式版 就可以了 我會想一下 怎樣兩者可以融合得好一點 拿一個平衡 這裏反而是最難最難的 很簡單 可能大家也見過 譬如說 我把康姆士的頭 把他放進佛的身上 但我覺得 這些改善不是不好 但我覺得 是不是可以兩者再融合得好一點 令到他這件事 你看起來 是 很 很 很滑 花了很多時間去思考這些事 我記得最亮眼 大約兩三年前 你那個用Alien Predator 去融合 玉璽或石像模式 這個是很公平接受的 普遍的人會看到 嘩好有趣 一個翡翠的璽 這個其實都 打了個凸 老實說 你比你預期中更好 最初的結合是怎樣來的 其實都是這件事 我說打了個凸 的意思就是 因為我們這個是有license 我們是一Q過就即中 馬上批 而且我們的玉璽在下面 就有中文字 是啊 他們都說 歷史上 真是第一次Alien 有中文字的東西 在他身上 其實都 開心地做到這件事 那個真的很搶眼 我覺得將迪加的 被講公眾認知度 再提升 因為那件事很入屋 因為我們也有介紹過 拿出來的時候 那一刻有很多人都問 是不是真是 翡翠 石頭 即是玉璽 是玉璽 但是他配合下去 其實你不小心 你會覺得 沒有東西 那些是傳統的 原來是一個Alien 我也想玩這件事 例如有些角色 你不知道的 就會覺得 普通的將軍 或者一杯玉璽 但是如果你知道 你就會感覺到裡面有 原來是甚麼來的 就是看得到這件事 我覺得 這些才是好玩 因為其實都是漏白 我盡量將這些東西漏白 讓其他人去發現 但是我就給了一點點提示 大家自己去猜一下 自己去想一下 再給一些讀者 或者一些玩家 自己用他的 創意或者空間 去想回 究竟之後發生甚麼事 這個就是有些叫做 文納瓦卡的事 你是成功藝術家的那個技法 就是留白 很安定 對 給大家去思考 就不是硬盤盤盤 我弄一件事出來 你是這個 我就沒有選擇 這個其實都可能 示範了給年輕設計師 那些前輩就這樣做 順便問回 其實你對現在的年輕設計師 其實我經常見 他很年輕的 年輕時都是快點突出的人 很幸運 沒有你那麼幸運 我看到很多創作者 都在一些叫做市集 其實這陣子很流行 他們有很多很有潛力的人 都在擺檔 你覺得吧 我又想塗多一點 我挺喜歡 特別是一些類似 D2 Place 那些女生的那些 這就是這樣的 你去擺一些檔攤 其實本身的水準很高 是的 那些公仔 Figure 畫作 很有個人風格 是的 他們都很慘 但是怎樣可以給他們一些提示 沒錯 跑出來呢 他們都是有料的 我會這麼說 我覺得有少少 我會這樣看 有很多人都會 經常都將我們這一行 因為這一行的確是很辛苦 尤其是在香港 有很多時候經常都比 我這個夢想 有夢想就沒有麵包 就是經常都是這樣 但是我自己經常的戒然就是 你應該是想夢想怎樣變麵包 所以我其實純粹是設計上的東西 或者是創作上的東西之餘 我都會想怎樣去推廣自己的東西 怎樣去行我們的貿易 怎樣去令大家知道我的東西多一點呢 要想很多方法 因為你不只是 你怎麼說 你好像真的一間公司 你要買經營 你又要製造 就是你每樣樣東西都要去 去考慮 就是這個我是 其他的運氣的那些我就沒有說了 但是 自己必要的武器 其實都要知道 有 知道自己的東西 知道自己的方向 然後 我的平台可以怎樣做呢 這些就是市場 所以我留意到有幾個單位訪問過 比較多人認識的 它本身也有做廣告底 它有兩種技術 創作技術 另是宣傳者技術 要將自己產品化如何推廣 讀者也好 觀眾也好 用家也好 我想變成藝術也是需要 事實上現實見到的是 迪嘉是跟很多公司合作 包括最近Virtual Exhibition的公司 都是一些大公司 其實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是它純粹是因為你欣賞你的東西來找你 還是有些方法或是沒有部署的心態是容易用一些公司去找你合作的 如果你說很技術 其實不是很技術 純粹是我頗信吸引你法則的 做好一件事做好它 以前叫做有射自然香 但我覺得因為物以類聚 始終要留意你的東西的人 我們是同類的 同類 都是男人 不好意思 我經常都差遠了 是不是藝術家都喜歡摘扎的呢 我大概猜到為什麼 你知不知道留長頭髮一年節省多少非法普費 我以前便宜極 我都去Virtual Exhibition 一個月有100元 一個月有100元 對 你不會知道我最便宜的 頂我六兜東西 促展 搞定 還要幾個月才去一劑 不是啊 沒解人窮至短的 留長頭髮之後 我數數還不還 那裡都幾隻Metal Build了 這麼多年 好了 我們回來了 吸引力法則阿迪家 怎樣去解釋這件事呢 做好自己 做好自己 另外就是多人來接觸你 樂觀點 怎樣呢 我始終都是覺得要做多些功課 那句話很老套地說 機會來到 但你兇朗朗沒有東西給別人看 沒有東西不準備 其實都浪費了機會 有些阿伯語氣了 平時要勤力滑多些 平時要儲定一大伯 很厚的 我以為之間拿出來 有一堆扔死神 都是徐心 你不用怕 我們的觀眾都是阿伯 所以怕到 大家都明白 重點是什麼 沒有什麼女粉絲 沒有什麼年輕人看的 所以你可以 你可以老氣華抽一點 最緊的就是 你真心喜歡那件事 然後你就會不自覺地 給好多時間 花多時間下去做好它 當中計算的 我覺得是一些 浪費的事情 最重要是自己喜歡做那件事 先做好它 我很同意一件事 當你每一件事做到極致 就會變成藝術 是的 不用擔心 今天大家都很想聊一會 但是我們絕對有機會 可能有些詳盡的節目 例如Walker 與迪嘉 再聊一小時 這個壞店好 大家知道這個後面 就是藝術家 沒錯 這個包裝是怎樣 但是我們跳一跳 就不用卡到導演行 我們就說圓形不露了 這樣就不能賺錢 跟我們走到 現在就切成炭 炭炭製成炭